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求救复卫武馆的事 记得 但是现在不同 为什么 大哥已经关了武馆 复卫武馆历史那么长 方官主没有理由关掉它 实在很难维持 复卫武馆是祖传的 就是再难也要继续下去 大哥下了决心 我是很难劝的 那你和彪叔商量过吗 找不到他 我听说他和盛婶带着衣脉在城西一带落脚 我们要到乡下去的 既然你还没有找到落脚的地方 我们一起去吧 我会自己安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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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陈大哥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秋八 工有没好吗 好 老您挂您了 徐先生不在这儿 他刚出去 马上就回来 你等他一会儿吧 我还是先回去吧 等会儿再来 这样也好 陈大哥 电话响了 可能是徐先生打来的 您再等会儿吧 喂 徐先生 陈大哥来了 陈真呢 他刚从上海回来 好 陈大哥 徐先生打来电话 叫你听电话 喂 徐先生 陈真 你好吗 我刚从上海回来 暂时还没什么打算 是啊 徐先生 我有件事请你帮忙 我想在这儿找工作 哦 等一下 秋八 喂 哦 知道知道 我知道该怎么做 陈大哥 徐先生 真是谢谢你了 我就不等你了 下次再来拜访 好好 好 再见 秋八 我先走了 下次再来 好 陈先生 请问徐先生在吗 刚出去 他等会儿就回来 你先在屋里等他一下 方冠主 老人家 知心 陈大哥 你吓我到哪儿去了 去找事做 不用了 为什么 大哥 你跟他说 陈真 你说得对 我想过了 我们要重振福威武馆 真的 是啊 不过 你要帮他们两个 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方冠主只管吩咐 来 坐下 坐下他 好 是你来了 徐先生 我把这个月的账单拿来了 请您过目 坐吧 这桩声音我们已经做好了 以后还有什么打算 暂时没什么打算 我想再和冯老板合作一次 这主意不错 我们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每人各持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我差不多是倾囊而尽了 徐先生 那您这次的投资 岂不是太大了 你说这生意能做吗 您在北平是大企业家 冯老板在南京的生意做的也不小 我相信你们两个人合作 一定很愉快的 哦 什么时候开始 你瞧你 比我还急 要不这样吧 今晚到我家吃便饭 我们再细谈 我们再细谈 嗯 等了 请 坐腾先生 左腾先生 各位 左腾先生也是我们这次的合作人之一 希望合作愉快 进来 徐先生 陈真是你啊 坐吧 别客气 徐先生 我有件事要对你说 什么事 方师傅的武馆 想叫我去帮忙 好消息啊 所以 没有关系 你在我这儿 我倒是觉得委屈你了 这太不好意思了 对了 徐先生 如果你要用得着我的地方 说一声我马上就来 好 徐先生不打扰了 我先走了 好吧 给我接冯伟先生 徐先生 多谢各位师傅赏脸 以后请多多指教 接冯伟先生 好 想不到我们福威武馆终于能够重振升危 陈珍 以后有你帮忙 我相信中国的武术一定能发扬光大 方观众 发扬武术是每个练武者应尽的职责 如果能够避免武术界之间的门派之争 那才是我们练武的真正精神 陈大哥说的对 如果北平的武术界团结一致的话 就不会像上海帮会那样互相残杀 对了 陈珍 你到我这来帮忙跟徐老爷说过没有 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我看你们这么热心重振我们方家武馆 我心里真是感到欣慰 我这样 IDEN 振方 冯老爷 冯老板派人送这张纸条 说他已经离开北平了 让您甭等他了 就这事儿 希望神灵保佑 爸爸身体健康 生意兴隆 保佑戏女能和流声禁语 好事得逞 道士一定在来答谢神恩 慢走 对了 霞姐 拜神就是求神保佑 今天是个吉日 何不求之谦 不用了 先生 这时香油浅 谢谢 慢走 怎么这么久 求神心要成吗 可以走了吗 敬礼 这阵子你那么空闲 整天陪着我不用做事吗 没什么事好做 做疼的事我根本就不想管 所以显得这么闲 你不打算找其他事干吗 有 不过我不知道找什么事 我更不知道该做什么事好 那你整天跟着佐藤吗 我想过了 应该有我们的 应该有我们的 燕如 我本来打算在下个月你生日的时候 向你爸爸提亲 你说 在你生日那天跟他提亲 他会答应吗 我不知道 你自己去问好了 到时我一定向他老人家提亲 对了 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日礼物 我想了好久都没想出来 你自己猜吗 爸爸 徐先生 您看书就不打扰了 没有关系 你和爸爸谈 我先出去 坐 对了柳生 你最近帮助佐藤做事 怎么有时间整天陪着燕如在外面玩呢 他们也没让我做什么 听说最近他和冯老板合作得很密切 这个我不清楚 不过我听说 冯老板把股份卖给了佐藤先生 这个事情我也听说了 不过依我的看法 冯老板是不会把他的股份全部卖给佐藤的 他又不是应付不起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他们的事我很少过问 不过我似乎记得 佐藤先生说 冯老板把所有的股份卖给了 你们少爷呢 他正和朋友谈话呢 您先坐会儿啊 嗯 我这个人和朋友说 你先坐会儿啊 嗯 我这个人和朋友们来说 我这个人和朋友们来说 徐老板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刚好路过 我看不是吧 是专程拜访吧徐先生 佐藤先生 我现在和梁琪先生谈我们沙场的事 与你无关 徐先生这是什么话 我们佐藤先生现在已经是贵公司最大的股东 我不承认 笑话 现在我手上已有冯满先生名下贵公司40%的股份 白纸黑字有律师为证 由不得你不承认 还有徐先生 王文斌先生已经答应把手上10%的股票让给佐藤先生 总而言之 佐藤先生已经拥有贵公司50%的股权 你只有40% 所以今后贵厂的行政权 相信应该由佐藤先生说了算了 我们经营这家厂 同你根本没关系 你采取这种卑鄙手段 你怎么说都罢 总之过两天 请你以董事身份召开股东大会 重新按投资大小另力执行董事 你董事的位子坐不了几天了 你妄想 到时你不参加就当你弃权 我们决定的一切你都无权否决 做成你 坐成你 齐阎龙 你这是什么意思 习先生 这事情 何必发这么大火呢 是 有什么事情呢 再商量吧 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好好商量吧 别好好好 跟你们说多余 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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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不到王先生 你当然找不到他了 他现在和左腾在一起 徐先生 左腾已经收了缝满的百分之四十 王文斌的百分之十的股份 原来早就算好了 今天我和左腾闹翻了脸 还找东西砸了他 徐先生 您知道左腾八川是个小人 您还这 你怕什么 我也不是怕 正所谓君子不与小人斗 您这样对他 我怕将来他会找你的麻烦 我在北平几十年了 难道我就是闹肿吗 不是 不过我看 凡事小心为好 要不 找陈真商量一下 不用不用了 你出去做事吧 方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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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徐老爷杀场的秋八吗 是啊 请问您陈大哥在不在 他不在 他到朋友那去了 你有急事 要不你在这等他一会儿 好好好 坐 陈先生 彪叔他正在驯马呀 正在前面 马上到了 彪叔不仅马骑得好 而且这戒射得准 你看 哎 来了 陈先生啊 彪叔这马骑得真棒啊 你看 彪叔 彪叔 想不到你的骑术和射箭都这么好啊 还一般嘛 彪叔 这马真漂亮啊 哎 那匹更漂亮 瞧多神仙 哎 你这是干嘛老叫啊 为什么 他是看他女儿回来了 你瞧啊 一模一样 这匹马 是我救了他的命啊 那天上山 不知道吃了什么了 中毒 后来我用刺血的方法 才救了他这道命 什么叫刺血啊 刺血啊 就是用根银针 把他的毒放出来 你瞧 就在这儿 家里头 哎 从舌头这儿 扎进去 把毒放出来 后来啊 我自个儿又调了两副药 给他吃了 他才长得这么漂亮 他要喝我好多尿 哎没错 他的两泡尿功力真大啊 我调药都得用药引子 这用引子啊 一年四季不一样 春天用鸡蛋 夏天用狗屎 秋天用猪血 冬天就用童子尿跟老酒 掺在一块儿给他喝 二叔妈咋喷你了 是啊 快牵回去 用药给他涂一下额头啊 这个弓箭也带回去 哎 走吧 怎么找我有事吗 表叔 智欣有点事找你商量 嗯 找我商量 是啊 哦 你们看天快下雨了 咱们回家说吧 走走走 哎呀 他二叔这件衣装 等天得扫 要不哪会这么干净 他整天挂着干什么 真是哎 哎大嫂 您看谁来了 大婶 大婶 方姑娘 陈真 怎么有空来看我啊 好久没见您好吗 好 来坐坐坐坐 坐坐 我把马接回去了 好啊 马还打喷嚏吗 没有 这孩子真聪明 你还夸她聪明呢 说真的 今天来了 怎么也得在这儿吃顿饭啊 都是自己人嘛 何必客气呢 哎呀 要的要的 那我帮您的忙 不用了 你们难得在一块 好好聊一聊 我喝一脉就行了 来去去去去去去去 哎 坐坐坐 坐 这两天老下雨 天气阴沉沉的 我真担心马会伤风啊 那就叫一脉 多撒几包尿给马喝嘛 哎 一脉的尿还真有功力啊 哎 你们找我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事啊 事倒没什么事 不过想告诉你 方管主想重开那间物馆 叫我帮忙 陈大哥已经答应了 那好啊 是啊 表叔 你是不是有兴趣也出来帮帮忙忙 嗯 老实说 要说兴趣嘛 我还是爱养马 你们知道 我是上了年纪的人了 真的说起帮忙也帮不了什么 对吧 这我也知道 况且武馆离这又挺近对吧 如果真的有什么事的话 只要你们一叫我马上到 那倒是 既然这样 我们也不勉强您了 哎 上次那只鸡你们没吃着 今天一定得吃 这道菜是我的拿手好戏呀 金鸡赛凤凰 一听名你就知道了 嗯 秋巴 陈大哥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们怎么现在才回来 他在这等很久了 究竟有什么事啊 我是为了徐先生来的 该不会发生什么事了吧 是这样 他和冯老板合作那家公司 原来佐藤在暗中捣鬼 买了他一半股权 今天啊 徐先生跟他闹翻了 还拿东西摔他 那徐老伯没事吧 事儿倒没事儿啊 不过你们知道 佐藤那人那么阴险 我怕他因为今天这事儿 找徐先生麻烦 现在徐先生在哪儿 应该在家吧 我马上去找他 他跟他来 他说什么 是他 她她 这有很多事情 也不过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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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心也不过买了 皆可不过买了 徐先生 你千万别怪他 佐藤这么做 无非是想控制这家公司 何止呢 他还要我死 现在佐藤在这家公司拥有一半的股权 而你只有百分之四十要吃亏的 这个我知道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将良琪的百分之十股票买过来 到时大家平分秋色 他就没办法了 依我想 现在良琪已经把那份股票卖给他了 这你能肯定 肯定我倒不敢肯定 这就行了 只要他还没卖出去 我就有办法 请问良琪先生在吗 他今天还没来呢 好 谢谢 好 我说过他不在这儿 肯定在佐藤那边 那未必 薛先生 我们到他家去等 好吧 好吧 徐老爷 梁老爷 你说什么 徐老爷叫您呢 坐 坐 坐 请问二位来有什么指教 梁老爷 我们是来找贵公子谈生意的 你说什么 我们是来找贵公子谈生意的 人老了就是不管用 人老了就是不管用 耳朵越来越不听劲了 你说那坏小子有什么用啊 不是跑这就是跑那 像他这德行能占的钱吗你说 徐老了 我们待在这儿也没用 不是先回去 我再找找看 好吧 梁老爷 我们先走了 你说什么 我们先走了 都不错一下了 那对不起了 再见了 有空常来 常来 你不是说一早陪我出去 现在又说没空 佐藤先生突然找我 要我马上回去 我不回去怎么行 你不行 那我怎么办 来了 徐先生 是不是又找叶如上街 本来是的 但是佐藤先生突然找我 要我回去 公司有要紧事吗 这我不清楚 既然这么急 还是先回去吧 是 那我先告辞了 再见 问他什么他都说不知道 艳如 以后没什么事 就别和他一块上街了 爸 你说什么呀 柳生这个人 我始终就不喜欢他 最近外面有很多官员你们的风言风语 什么风言风语 我们徐家是有面子的人 我不想让我的女儿被人说闲话 以后没事就不要和他出去了 陈兄你知道不知道我今天手气特别的好 桌上只要一出什么牌我立刻就能糊了 眼看我就要赢了打得那么顺手 我今天是专门为徐先生的事来的 我想你知道 佐藤霸川已经买去了你们公司的一半股权 他这样做无非是想控制你们公司 那又怎么样 现在徐先生想出两倍的价钱 买你那份股份 陈兄 陈兄 徐先生的条件确实不错 但我已经答应卖给佐藤了 做人要讲信用吗 但你们还没签约 签约是迟早的事情 一定要卖给佐藤 你知道这样做 会使徐先生的生意一落千丈 陈兄 我也是做生意的 只要能赚钱 你不要忘记你还是中国人 中国人 中国人最拿手是打算盘 算盘打得越想越有本事 其他的事吗 我不管 学能找过你 不错 什么事 他想要你要的那东西 但你答应已经卖给我了 佐藤先生 因为我们没办手续 现在学能要出两倍的价钱 那我当然就 佐藤先生 做人呢 不能这样做 怎么可以错额还额呢 不过这个世道就是讲钱的 你不应该忘记 我们佐藤先生不都不少也帮过你的忙 不过家父在办场上也帮过佐藤先生的忙 那么你想怎么样 那么你想怎么样 没什么 既然徐先生要出两倍的价钱 我想佐藤先生的价一定不会太低吧 何况我还有个茶叶庄 当铺还有土产公司需要合作 以后可以让给你一半 大家可以合作吗 怎么能这样干呢 佐藤先生能干的 如果不能干我也不会找你合作了 好啊 你回去想清楚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合作的 再来找我 好好好 佐藤先生我走了 好啊 さよなら 请你 是 好 老爷 这个先生等了很久 徐老爷 佐藤先生让我来通知您 要和您商量分股份的事 请您到梁先生办公室去一趟 告诉他没什么好谈的 徐老爷 佐藤先生说只要您很商量啊 是 梁先生那份股份可以分给您 徐先生 佐藤先生已经等了您很久了 你先回去 徐先生 又找晏如上街 是 既然是 您的情况 队是 赶索 我自己去的话 她被不癢了 王老爷 现在我们医疑 并就是 咱们的他们来 真的 没什么 他约我和他见面 谁知道什么事 我想大概是关于你们合作的事吧 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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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彦农 你手段好毒啊 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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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要负很大责任的 我看你就这么欠了吧 我不欠 这 徐兄啊 如果你怎么不欠 我就共事共办 扣留你了 徐兄啊 你先欠了 欠了处举后再做打算嘛 欠了吧 欠了吧 我现在可以走了吧 可以啊 当然可以走了 有事我再通知你 不送了 爸 徐老婆 您没事吧 他们要我签宝 徐先生 到底什么事 这是左腾的阴谋 他杀了梁齐 叫我去他那儿 说有事 谁知我一到 他们就 他们真卑鄙 这样做还有王法吗 徐先生 其实你用不着担心 那只是左腾的一面之词 可以不理 是啊 我想不会有事的 我的律师正和他交涉 走 想不到一波未平 一波幼气 左腾是想让徐老婆身败名裂 我想不会那么简单 左腾会来这一套 徐先生就是没事 也会很麻烦 希望老天保佑徐老婆 志心 这一次 我们一定要想想办法帮帮帮徐老婆 嗯 徐老爷 你来干什么 快走 走 很难啊 李律师 你跟徐老爷搜搜 徐先生 我是受左腾先生的委托 来接受你这家公司所有权的 谁告诉你可以这样做 徐先生 左腾先生现在是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 本来董事一职可以由你来担任 但涉及到私人刑事纠纷 左腾先生是最高决策者 他有权这么做 我没杀人 杀人的是左腾 我仍然是这家公司的最高决策人 徐先生 我公是公办的 既然你那么说了 我就要从法律的途径来处理这件事了 你看怎么办的怎么办 有关法律的问题 去跟我的律师说 你们马上离开 好 好 我们走 干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辞职 你应该知道我想什么 先坐下 不需要 无论之后我都要走 你和徐先生搞成这样 我夹在中间会惹麻烦 我夹在中间会惹麻烦 六胜 你来我这待这么久 我自问待你不薄 这个我很感谢 你所需要的 我都答应你 想不到为一个中国人你会这样待我 我不是为了谁 只是不想夹在你和徐先生中间 但你别忘了 你也是东洋人 不错 我是东洋人 但我讲道义 你考虑到没有 你离开我以后 生活会怎样 你应该知道 我到北平来是为了什么 如果为了钱 我根本不必到这来 六胜家族的家产 相信不下于你 你打算回东洋 这是我自己的事 好啊 人各有志 我不留你 你出去以后 如果需要我 随时可来找我 多谢 再见 爸 您别想那么多了 您放心吧 没事的 进来 老爷 柳生先生求见 静云 你还有脸来见我 徐先生 柳生静云 我三番五次的原谅你 让燕儒和你来往 你这样来气我 徐先生 您千万别误会 我误会 我一点也没误会 左腾搞出这么多事 事前你都知道 一直瞒着我 一直瞒着我 徐先生 不说别的 就说昨晚那件事吧 事前左腾叫人找你 不用说也是商量子娘害我 你见到我 还装不知道 爸 爸 静云真不知这件事 知道不知道都一样 从今天以后我不想再见他了 你走吧 徐先生 您听我说 快走 爸 静云 爸 您别这样 快走 爸 静云 您错怪好人了 好人 东阳人没一个好人 不是的 他真是个好人 你不能这样待他 他这样害我还是好人 我可以保证 我可以保证这件事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 今天你赶他走就真的还有偏见 你一直就不喜欢他 从前你叫我舒逸的 我都听你的 但这回一点也不会为我着想 好吧好吧 你说他是好人 你干脆跟他一块走 快走 爸 爸 我不是你爸 快走